我跟她谈了一年多的恋爱了 刚开始她对我特别殷勤 现在越来越不耐烦 让她做什么事情她偏不做 脾气降得跟头牛一样 而且每次吵架都问我错没错 非让我承认错误不可 我俩吵架冷战的时候 总能看到她在打游戏 也不来哄我 我觉得每次吵架都是她无理情闹 而且吵架架来就不注意场合 让我很没面子 我还发现她和别的女生暧昧不清 我快要毕业了 我对这份感情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我不知道我们还能走多久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孔23岁来自山西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杨25岁来自云南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应该是大学同学是吧 对 你应该高她一届 对 谈了多久了 谈了一年多了 谈了一年多 那么沉重干嘛呀 要毕业了是吧 对 担心了 对 现在她越来越不让我放心 对我没有像刚开始那么好 而且是现在她身边还有很多暧昧不清的 你说我这快走了嘛 我就担心 说她以后到底能不能让我放心 能让人放心吗 我肯定能让她放心啊 但是她就是特别不信任我 然后动不动就在我面前无力取闹 有一次嘛 她身体不舒服 我肯定要陪着她去买饭 然后再陪她回宿舍 然后就因为我不小心把她的饭给打翻了 然后她就在我面前就各种闹 她说她没饭了 她拿着我的就把我的给扔了 看到她把我的饭扔了 那我肯定也当时也不舒服 然后就在雨中就拉着她争论 然后她就特别生气 然后加上不舒服 然后就还动手打了我 给了我一耳光 够烈的啊 我不是故意的 因为那天我身体不舒服 她叫我饭拿着好好的 她非要抢过去 结果一到好 裙里洒泼了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说不舒服了 你还跟我这么闹 而且我当时一生气叫我回宿舍 她非不让我回 然后非拉着我 非要跟我说清楚 外面还下雨呢 让我淋了半小时的雨 伞呢 当时伞已经被扔了 我就是因为淋了雨 后来发烧 发了三四天 这跟雨没什么关系吧 有 就是因为淋了雨 我就生了病 其间她也没理我 她一回宿舍 然后就各种联系方式 都把我拉黑了 她生病当时我也不知道 然后后来是她闺蜜那边 就是跟我说她生病了 然后我后来就去找她 陪着她去看病什么的 后来就和好了 哦 是不是还陪着看病了吗 对 就是挺好嘛 没什么呀 她都已经快好了才陪的 那有啥意义 不是 行吧 总比不陪好吧 你说呢 我觉得她不够关心我 不够体贴我 就是有 我坐了一天 坐了十一个小时的车 特别累 从早到晚就吃了几口饭 然后我就特别饿嘛 我先打电话让她 自己吃啊 没有 路上都是高速路 没有吃的东西 那为什么上车之前 不买点吃的呢 因为当时走得早 就凌晨七点多 就没有时间买 凌晨七点多 七点多都用凌晨算 行 早上七点多 然后我让她 给我买点吃的在小门口 然后让她给我点个烧烤 结果我就特别气 你说烧烤到了 我去吃都是冷的 你说她就没有想想 大冬天她坐在里面 或者让别人再热一热 她就一点都不体贴 不像别人家的男朋友 怎么回事啊 人家那么辛苦 把烧烤也给弄凉了 当时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 当时我自己买了自己的饭 然后在宿舍准备吃嘛 然后她一个电话过来 说她没吃饭弄了 就二话不说 我拿着我的饭 就准备去给她 提前点一点吃的 我也没想到 就是边走路边吃嘛 然后就是当时也 你们俩得多饿呀 这还有边走路边吃 你们俩吵架就给吃饭 我看 因为刚好碰巧 就是我当时 也是自己准备吃饭 就是边走路边吃嘛 然后后来吃了一肚子冷风 然后当时也是特别难受 就没想那么多 结果她来了之后 就开始抱怨 就是说饭凉了或者是太多了 她就各种抱怨 然后当时我也觉得挺委屈的 那你说我就抱怨两句 她哄哄我不就好了吗 不然她怎么想 她就一直在那埋怨我 一直不理我 哎呀 后来呢 当时我也是特别委屈 然后我就拉着她争论 然后就 又争论了 对 然后她又打了你耳光 那那个倒霉 就是她也就是还是生我气什么的 然后她就回宿舍去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就 她有事嘛 她那边坚持有事 然后跟我突然打电话 然后一个电话过来 就是要麻烦我去给她送东西 而且是跑大老远 那我二话没说 脸也没洗 就给她去送嘛 然后就明显是我对她好 但是回来之后 她还是在生气 不是挺好吗 小伙子 也就那样好 就是我让她做什么事情 她能做 那不就行了吗 但是我觉得 她一点都不够体贴 她很多分青红皂白的 老是误会我 就是有一次 我去帮别人找一个兼职 然后那兼职 就是那边出了一点状况 我就打电话 就过去问情况 她就说我跟疫情聊天 然后她就生气 在旁边跟我把脸塞 不让我聊 你说我这事情都没解决 非得在那烦 你说我能 气得我 你气啥呀 我没听见她 为什么生气 就是我事情没解决 她非得在旁边烦 还跟我摆脸色 你走一边解决不就行了吗 我走不开呀 她就拦着我不让我走 那后来我回宿舍 你知道她怎么对我的吗 就非拽着我 不让我回宿舍 就把我手胳膊全给拽红了 我是一个女士 你能不能别这样对我 我当时看见你跟人家聊天 我也是关心你 你少受一点委屈 那我就不让你跟人家聊天吗 那我还觉得自己就委屈